花蓮市公所提报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 提升道路品质计划2.0 竞争型的补助 或核定1190万元的经费 要来办理华溪路 提升街区道路品质改善的工程 市长魏佳燕 会同了市民代表会 以及议员魏佳贤到现场会刊 期盼尽数来改善 花蓮市的观光道路门面 打造安全舒适的行车环境 花蓮市华溪路 紧邻着美轮产业园区 还有空军基地 往北串联七星潭和193线道 不仅有大型重车往来频繁 通学车辆和观光车潮也非常多 长期下来导致这个路段严重车测 还有下限破损情形 为此花蓮市公所提报计划 获得内政部核定1190万元 要进行路面跑铺 今天会同我们建设客 以及代表会我们李政伟主席 那我们所有的代表 那有谢宜轩代表 田真琪代表 庄一杰代表 还有杨哲峰代表 以及我们顺华翔里长 那一同来到华锡路这边做一个会刊 那我们也争取到我们内政部国土署的 这一个近1000万的一个计划 那道路提升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我们知道华锡路是我们华联主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道 那碍于我们很多的一个重车 跟我们美轮工业区非常多的一个大车进入 那常常就是道路会坑坑巴巴的 那这次也希望说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AC的整体的一个刨铺 那也希望说整体做完 那还给我们市民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道路 那在这条路的部分 过去也非常多的市民 在嘉賢丹正市长的时候来反应 因为重车长期的一个经过 造成它很快的路面就会有一些颠簸的状况 那加上这边又是米轮断层带经过的一个地方 那这次也非常谢谢 谢谢市工所团队这么努力的把经费争取下来 那还有自筹款的部分 那我会利用议员建议款的部分 来寄注到花联市 让这个经费能够充足一点 让未来博优路可以让更多的行人 安全的出去安全的回来 花联市民代表会多位代表也特别到场 关心道路改善计划内容 非常感谢花联市工所积极撰写计划 向中央争取道路改善的一个预算跟经费 那也感谢中央的支持 那华西路是花联市跟我们 我们花联著名观光景点七星潭的一个重要的联络道路 那目前现况道路是稍有破损的地方 那希望借由这次的改善能让更多的观光客或是 用路人在行驶上有更多的平安 那往后在花联市民代表会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努力来争取更多的预算来改善我们花联市各项道的A席路面 花联市华西路提升街区道路品质改善工程或 内政部国土署核定计划经费1190万元 预计最快年底前要动工 届时会以半半施工 不影响行车为原则 希望可以赶在农历春节假期前 以全新的道路环境迎接返乡和观光人潮 届时会幻视报导